欢迎收看一百日三年 三月二十五号的港度新闻 我是庄舒婷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为了加强社区的灾害防救 告示南子区公所在家墙里的幼儿园 举办防救演练 在家墙里长的带领之下 社区志工按照组别协助抢救 大家都训练有素 要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告示各级学校家长会长协会 在高雄科工馆举办校季写生比赛 学生们以科工馆园区内的美景进行作画 到场的立委李坤泽表示 已经向教育部争取经费 将进行科工馆内外的大改造 学生们也画下了科工馆的最后身影 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强势在暑假档期前 最后一波亲民连续假期的旅游商机 国内外的旅游业者都寄出超低价的优惠促销 吸引大批想要出游旅游的民众目光 但是国内的旅游业者坦言 在国外旅游的低价竞争之下 专攻本岛以及李岛的旅宿业者 未来将会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 经济部预计从4月起调涨电价 涨幅将高达一成 约有1357万用户会受到影响 立法委员陈金辉忧心 电价调涨将引发万物欺涨的时代提早到来 经济部则表示 调涨电价是为了填补台电亏损 好确保永续经营服务广大用户 经济部预计从4月起 不分工业或是民生用电 依照急剧调涨电价 涨幅将高达一成 出股影响约为1357万户 而李岛电价同样比照本岛 澎湖旅书业者忧心 交通运输费和人力物价势必上扬 为了生计 不排除只能转嫁消费者游客身上 电费如果是调涨 对我们业者来讲是一个负担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我们的旅客出门前可以把电关掉 冷气关掉 相对的就是大家互相维持一下 我们澎湖的一个旅游的品质 几乎业者有稍作一些的调涨 调涨的部分呢 也是说请我们的消费者 要知道说这个万物皆涨 并不是只有电费涨 员工薪水也涨 还有今年的旅游业者也是涨价了 所以说真的是要让消费者知道说 这个有今年会有涨价的一个空间 并不是我们澎湖的业者恶意的来涨价 对于调涨的电价幅度过大 立法委员陈兴辉忧心表示 电价调升将引爆万物其涨 所有开销成本将转嫁到一般民众生活上 陈兴辉质疑 政府一直说台湾不缺电 那又为何要调涨电价 4月以后即将调高电价 我们来想象4月以后 我们的每一天是什么样子 万物其涨 早上我们要到早餐店买一份早餐 老板说不好意思 今天的套餐涨价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搭捷运 各地的捷运局正在眼里要调高票价 下午肚子饿 想要吃一片鸡排 加一杯珍奶 结果都涨了五块 所以我只能牺牲一样 晚上身体有点不舒服 到诊所挂号 医院跟诊所说 因为他们的营运成本 电费很高 所以我的挂号费也涨了 最后回家呢 房东告诉我 面临电价调涨 所以下个月我们的房租要提高500块 万物其涨 蔡政府 你敢说我们不缺电吗 经济部以及台电高层表示 这波的电价调涨 主要目的是填补台电超过千亿元的亏损 为了确保台电有序经营 得以继续服务广大的用户 才进行这项决策 不然亏损面将会更加扩大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为加强社区的灾害防救 高雄市南子区公所在家昌里一处幼儿园 举办防救演练 在家昌里长的带领之下 社区志工按照组别 协助抢救因为地震而受困的小朋友 并且帮忙救护和收容等 大家都训练有素 要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地震警报声响起 小朋友先在教室趴下找掩护 地震缓和之后 赶紧疏散到空旷的地方集合 老师也立刻清点小朋友的人数 看看有没有小朋友受困或受伤 这个时候 家昌里里长接获通报赶紧带领社区的灾害防救志工 来到幼儿园协助受困的小朋友脱困 有受伤的小朋友也带到救护站 有护理师背景的志工帮忙上药包扎 也协助安抚小朋友的情绪 我们就引导有一些受伤的小朋友 把他引导到我们的救护站那边 我们要给他一些物资先给他们 然后叫他们在那边休息 因为我们有救护组 所以也有抢救组 所以这个我们都是分工的很细 然后抢救通报 这些我们都有做到 灭火的话 那个可能危险性 我们可能觉得就比较没有 因为本身我们志工伙伴 里面有好几位的我们护理师 所以这救援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来了 我们救护我们包扎 他们都真的是非常的熟练 因为本身他们就是有专业这样的一个投入 不管是地震火灾风灾水灾 灾害来临的时候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南子区公所定期举办防救 自主避难疏散演练 让幼儿园的小朋友熟悉如何逃生避难 让自己活下来或求救 社区志工也能够接续救难人员 协助哄勤的救援工作 透过这样的演练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防灾概念 带给我们的小小小朋友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那最近呢我们也会跟其他的社区跟学校来进行合作 让男子成为一个无灾的一个行政区 国教署的这策略政策的话 就是朝向说用探索的方式是取发小朋友的潜力 所以说我们一年的话 基本上在基本这种演习的话 我们都会做四次 家常里内卧虎藏龙 有的是受过训练的防灾室 有的有护理师背景 在里长的号召之下 加入防灾志工队 不管是演练还是真的灾害发生时 都能够适时协助防救 也让我们的志工伙伴能够实地的模拟这样的一个救灾 防灾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也发动我们所有的各组的组备 来做这样一个抢救的部分 那也正好就是说也让他们知道 假如说确实是灾害来临的时候 他们可以及时投入救灾 真的要从小朋友幼稚园交集 那刚才小朋友演的都很棒耶真的 要减少灾害损失就要分秒必争 家常里防灾志工队 每个人都身怀绝技 可以说是男子区的防灾禁律 发挥镇守邻礼 保护家园 安定民心的力量 救灾防灾 社区一起来 记者王仲凯 类长帮高雄报道 高雄市各级学校家长会长协会 在高雄科工馆举办校计写生比赛 学生们以科工馆园区内的美景进行作画 到场的立委李坤泽表示 已经向教育部争取经费 将进行科工馆内外的大改造 学生们画下科工馆最后身影 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小朋友在画纸上大展身手 要画下眼前科工馆的美景 先用铅笔打草稿 再用彩色笔逐色 非常有架势 爸妈也很鼓励小朋友写生画画 桌子椅子然后设笔那些 对还有那个粮食什么 怕小朋友的体力不足 补充一些体力 先用铅笔购碗再用水彩画 他平常都有在画画吗 有 他是学画画啦 他是跟随而已 他是没有学过这样 你很喜欢画画吗 对 因为我喜欢画画 平常都有在画 小朋友把客工馆的美景画下来 不但可以参加比赛拿奖金之外 在高中申请入学时 还可以获得额外加分 另外这张画纸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因为客工馆的内外将进行大改造 结合一旁的绿圆道 景观会和现在不一样 小朋友所画下的 会是他们以及这个城市重要的记忆 因为这个客工馆 即将要全面的软硬体的改建 全面的绿美化 成为一个科学教育的园区 那教育部已经通过这个计划 现在在送行政院在做审查 我小时候在画画的时候 真的画下来的那个画作都会 都会留一辈子 这个是最棒的记忆 其实培养很多的才艺 培养很多的技能之外 其实培养他最好的性格 这个最重要 所以呢 就是希望我们孩子们都能够乐观积极 负责利他啦 谢谢各位伙伴 这么多年来一直办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了好多年 甚而就是也是可以得到 入高中的时候的 超而比序的一个项目 学生们除了忙着写声作画之外 旁边还有许多闯关摊位 也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像是体验视觉障碍 提醒学生要保护好眼睛 防毒摊位则以同玩游戏的方式 让大家认识毒品对身体的危害 进而远离毒品 完成闯关之后也可以获得奖品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小朋友 非常喜欢的打蛋猪或者是保龄球 在当中去认识毒品的危害 如果你突然之间发现你的视力变低 或者是有所谓的刚刚体验眼镜的感觉 第一件事情先找眼科医师 确认一下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假设他可以透过矫正的方式 做相对应的处理的话 就可以找我们燕光师帮他做处理 赠送这个衣服的话 是属于ESG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也是我们协会 未来要持续来推展 所谓的永续的一个概念 高雄市各级学校家长会长协会 从92学年度起 举办一系列的校技写身比赛 今年度报名人数更是首次突破1000人 活动效益也不断扩大 记者王仲海 磊昌邦 高雄报导 抢着在暑假党前 最后一波亲民连续假期的旅游商机 国内外旅游业者都祭出超低价优惠促销 吸引大批想要旅行的民主目光 国内旅游业者则坦言 在国外旅游的低价竞争下 专攻本岛及离岛的旅游业者 未来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战 最贵的住宿怎么办 住宿就我招待好不好 住宿免费 2024高雄春季旅展展场内 一波波的促销声 吸引了大批民众驻足为观 有的员工发送宣传单 用力推销自家旅游行程 也有业者以动态画面来呈现 介绍顾客想去的旅游经典 而不论是影像还是图片 消费者目光还是都会先对准 琳琅满目的费用价格 以及促销折扣 伸点费用也能出游玩一波 当然是国外啊 因为国内的饭店价钱太高了 当然是去亚洲啊 价钱如果跟国内差不多 就是去亚洲啊 就是国内饭店的价格太不亲密了 因为国内住一晚就要一两万块 然后这样就可以去国外玩好几天了 国外吧 为什么 因为国内基本上 最近这几年疫情都玩得差不多了 然后想说趁这些疫情也比较缓和一点 然后机票价格也比较稍微降下来 然后想说去国外玩一下这样子 国外旅游市场摊位内 挤了满满的洽询民众 旅行业者趁着在暑假前 最后一波的亲民连续假期 将砍到建股的价格 推销给有意出国旅游的消费者 而这种杀到底的价位 对应到国内旅游业者 就显得有点招架不住 尤其是澎湖等领导 在没有特定节庆的活动举办 来吸引游客的目光下 恐怕在营运上都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国内一般服务品质没有那么好 而且住宿方面也没有那么优 当然是去国外比较上选 我觉得优惠是必然的 然后再来就是住宿的价格可以再降一点 这样子 其实国内的旅馆 其实用心找也可以找到一些蛮不错的 但就是可能需要花费比较多的力气 跟时间做功课这样子 国内还是有很多还蛮不错的景点 对 不管是大自然 或者是要去走那个比较文青路线的 都还是蛮多的 价格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对对对 就是看你自己选择 因为可以就是花一点点钱 如果想要玩的比较奢侈也可以 目前国旅的部分 当然是会感觉会比较累 是我们政府真的是要加强在国旅的 这一块的 尤其要 尤其就是要帮助一下我们澎湖 这一段的交通上的一个 短缺的这一些的问题 要加强的改善一下 虽然有人喜欢国内旅游 但多数民众普遍认为 国旅市场消费不够亲民 景点交通几成一团 美食小吃相吃度又太高 价格竞争更是落后国外市场 究竟选择亚洲区国家旅行 时间金钱以及异国风情 感受相比国内 只要能彻底放松享受片刻间的惬意 才是游客心目中最佳的选择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 喝水也能抑制细菌吗 一项体外实验发现 高浓度的含氧水能抑制80%以上的幽门螺旋杆菌 由于幽门螺旋杆菌具有很强的抗药性 在治疗未溃疡时 高氧水也许就能作为辅助治疗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试验 才能证实对人体有效 一般的水含氧量大约3ppm到5ppm 而透过技术可以将水中的含氧量提高到40ppm 而高浓度的含氧水对喜欢强酸和低氧环境的 幽门螺旋杆菌来说 会造成不容易生长甚至死亡 一项体外实验发现 异菌的效果达到80% 一般的水大概3到5个ppm 那幽门杆菌其实勉强在这个环境下可以存活 可是当我们的浓度达到40个ppm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它的杀菌率可以到80%以上 那我们很高兴地发现 从体外的试验 我们发现如果改变胃内的环境 甚至可以抑制了80% 幽门杆菌的一个生长率 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是引发胃溃疡 胃食道逆流的主因 医生会用抗生素来治疗 但药用久了会出现抗药性 必须换更强效的抗生素 让医师相当困扰 那我们知道在幽门杆菌的治疗里面 最重要的是利用抗生素 不管是三合一或者四合一的疗法 那抗生素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会有抗药性的问题 你在临床上 大概有10%的病人 经过第一线 第二线 第三线的治疗 仍然没有办法成功杀菌 那这群病人 就会未来有得到胃癌的风险 一般的抗生素都很难去 抑制这个幽门杆菌 可是我们的氧气水呢 却发现因为它是从物理方面的 杀菌的抑制效果 而不是用抗生素去杀菌效果 经过连续测试了 30个世代的幽门螺旋杆菌后 得到的数据是可以抑制80% 幽门螺旋杆菌数量 不过这只是体外实验的结果 接下来还要进行动物实验 和申请人体试验 以验证在实验室得到的成果 我们在一般的幽门杆菌 跟抗耀性的幽门杆菌 我们在连续30个世代的测试里面 我们发现它的杀菌效果都没有改变 都在80到90之间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 其实高氧水是让幽门杆菌的生长变慢 所以它的复制就会变少 所以看起来它跟一般没有加高氧水的 一个实验组来跟对照组的比较 会有80%的效果 应该是在医治生长的部分 那我们当然还要再从动物实验 跟人体实验去做更深一步的验证 这也是我们这次在 消息学会发表的一个初步的成果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实验可以证明 这项体外实验结果 郭壮宏院长已经做成论文发表 高氧水辅助治疗的研究 为对付幽门螺旋杆菌提供新的方向 记者王仲凯来一圈吧 高雄报道 诈骗方式有很多种 民众每月避缴的水费 也成了诈骗集团窃取各资的方式 有民众接获冒充台湾自来水公司的简讯诈骗 声称有未缴账单要求尽速缴纳 并发送假缴费连结 借机骗取民众资料并倒刷信用卡 民众接获这类讯息千万要小心 有民众收到冒充台湾自来水公司的简讯诈骗 声称有未缴账单并要求尽速缴纳 诈骗集团发送假缴费连结 骗取民众资料并倒刷信用卡 我觉得我可能会去网路上先查看看 自来水公司的官网 然后查看看他们的电话 或是上面的公告 有没有我可以去做任何的查询的动作 就是可以让我查询到我的账单 有没有缴 或者是打电话 直接打电话过去他们的公司 我只说我没有 就是没有缴到的账单 这样是我就保险一点 诈骗集团的手法常要求受害者 在指定日期前支付欠款 而在诈骗简讯中 可能会出现文字描述错误 这些都因引起警觉 最常看到的就是有那一个信件资本的通知 那因为现在世卫科技时代 其实台湾自来水有它的APP可以下载 所以透过简讯来通知 政府单位透过简讯来通知的 这样的几率其实不太多 也就是要自己来过组织 所以如果收到这样的简讯 然后它又是个未知的号码 那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它的官网去了解 或者是说他们有官方认真的APP可以下载 点击诈骗连结后 民众可能进入假的自来水公司网站 若民众在诈骗网站输入信用卡资讯 将导致资料被盗取并遭到盗刷 在线上匿名或者可以有多种身份的状态下呢 其实这些这个账号人头的这种 简讯或者是讯息都不要轻易相信 这样的话才能保障自身在交易时候的安全 过去收到疑似诈骗简讯或陌生连结的诈骗案例 有许多 民众因时刻警方诈骗手法的威胁 提高对陌生讯息的警惕 以上新闻由秦薇 高桑市小港区大业北路两旁的土地 被征收了三十多年 到现在都没有要拓宽 使得当地居民困扰 因为房子老旧了 居民不敢翻新 上下班拥塞的状况也没有改善 究竟后续要如何处理 还有带地方政府与企业共同协调出结果 小港区大业北路是通往工业区的重要道路 许多大型车辆来来往往 导致大小车辆征道相当危险 为改善这状况 从县政府时期计划到市政府时期的拓宽计划 已经征收许多民宅 然而当地里长却说 征收了三十多年却持续未有动作 让当地居民住得相当不安心 连交通状况也都无法改善 清贵啦 都要有百亿 有千亿 这才多少钱你不处理 不处理就会新的幸运 仍征修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你现在都 没要开篇 你看看 两个座位的人 刚才在说 说他们处处也没要整理 被征收的居民透露 当时的县政府几乎是 偷偷地完成征收作业 已经换了好几个政府 不仅拓宽没有完成 补偿措施也没有下文 让许多居民住得不仅不踏实 也不放心 居民也喊话 市府若无拓宽计划 就应该将地还给他们 否则房子若有任何状况 他们也不敢任意改动 十分困扰 不需要开篇 不需要去下 如果北城乘的厨 都风吹一泡 这厨要用的不是 你整厨给我们 向我们自己来处理 那路 中间那边那边你看 你没要整修 都要整修我们这个北城这边 这样就合理 关心地方的议员郑光峰表示 大业北路段征收问题 主要是由中刚出资 政府能做到的就是针对此事展开多方协调 原来就有这个人行道的部分 本来就是要拓宽 那经费也有了 我想中刚也愿意来做地方回馈的这样的一个协助 不过我想有一些是历史的背景 包括可能占用户有一些状况 那里长这边也有一些层情 所以在整个公务体系里面 所以有一些延宕 我们都愿意来做这样跟地方的协调 所以我们未来乐观 乐观以见 所以能够希望这一条的这样的人行道的一个拆迁 跟我们居民的这样的协商能够赶快进行 大业北路的征收 从30年前的县政府处理至今 仍无一个明确答案 居民迫切希望能够早日解决 也期盼尽快协调得到结果 记者张世民助经委高雄报导 民政为了防止被诈骗 网购时通常会使用货到付款 但还是有人被骗 就连高雄市议员郑梦如也被骗 这议员就和警方一起拍摄影片提醒民众 在取货时要多加确认购物资讯 不要随便签收不明包裹 避免造成财务损失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员郑梦如 要提醒朋友们 如果收到简讯 要提醒你去取包裹的话 要先确认 近期是否真的有网购 那如果没有订货就不要理会 这种诈骗手法就是我们所常见的幽灵包裹 收到通知要去取货了吗 先别急 先想想自己近期究竟是否有网购比较保险 高雄市议员郑梦如就曾亲身经历这样的诈骗过程 受害者就是他自己 因此与警方合作拍摄反诈骗影片 呼吁民众切勿上当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非常有同感 所以也协助了我们的警员们 那分局一起拍摄了这样的一个影片 就是希望大家要提高警觉 你看连民意代表都有可能会被骗了 那更何况是我们一般民众 所以提高警觉 小心防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天都非常忙碌的议员服务处 经常会收到许多信件与包裹 然而在说发过程中 就可能有疏失导致不小心被幽灵包裹诈骗 不是我买的包裹 但是他送来我们的办公室 那上面是我的名字 那地址的话也是我们的地址 可是呢我没有买这个东西 但是他却要收款 那我们的助理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他就会协助我来付这个钱 然后收了包裹 后来打开之后才会发现说 里面的包裹都不是我买的东西 我也没有买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我也会特别跟我的助理讲 如果我有在网路上买东西的话 通常我的自己的习惯 都是会直接付款了 就连议员都可能会被诈骗找上门 一般民众平时更应多加防范 三民第二分局提醒民众 若遇到有任何疑虑的包裹 可以不必签收以免财务损失 因为这个都金额很小 一般民众觉得说损失不大 就懒你向警方来报案 诈人诈机局长有事无恐 类似这种案件就会越来越多 如果接收到类似的简讯 请先自己查明一下 自己有没有订阅 或者是家人有订阅相关的产品 拿到物品的时候 一定要看品名 项目以及价位 如果觉得不是 如果认为有疑郁 请就不要来收取 议员与警方都提醒民众 平时应提高警觉 收到来路不明包裹时 不要第一时间签收 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有购买记录 若有一律皆可以拨打 165反诈骗专线进行咨询 记者张世民驻经委高雄报导 新台17线南段将会拓宽 左营海军营区内外的中正路 两旁500多棵树木将遭到移植 互数团体指出 这里的车流量评估到120年 都能达到A级的服务水准 认为根本没有拓宽的必要 要求是否维持原本道路环境 不要大肆破坏 左营海军中正路贯穿营区内外 两边种了大约500棵的树木 但因为中正路将规划为 新台17线南段 路宽从20米拖宽到40米 导致这些树木将被移植 其中还有4棵是特定纪念树木 因为移植会造成树木死伤 让护树团体相当忧心 这边将近500棵树 包含军营内军营外这个三角公园 然后还有这个34棵特定纪念树木 那这些老树其实移植大概就是死 不是死就是亡就是残 那像后面这一棵树为500多公分 树林70年以上 左营002 它就整个要移掉 那么大的数 你觉得它会活吗 高雄市政府披荐新台17线南北段 作为乔科和男子产业园区的连外道路 是因为预期车流量会增加 但护树团体拿出市府交通局 做的评估报告指出 到102年这里的车流量都不大 都能达到A级的服务水准 因此认为根本没有拓宽的必要 这边的交通影响评估显示 120年它全部的交通评估都还是A 是完全没有车流的状况 所以我们发现说 它其实只要维持原本的16米的道路 不需要拓宽成30米 它大概还可以保有B到C 一个很良好的一个服务水准 其实一般交通流量 在市区只要在E以下 一般都是可接受 到F才是不能接受 另外市府近期又在附近的翠华路 进行拓宽工程 将30米的道路拓宽到40米 户数团体认为 已经可以解决台积电 未来建厂完之后产生的预期车流 因此维持中正路既有路宽 也不会塞车 提早拓宽时跌床甲屋 翠华路拓宽之后 它显示说第一 它就说很棒了 这个拓宽效果很好 那拓宽之后 这边就更没有开通的必要性 所以它拓宽的必要性 是减到了更低 在翠华路整个全面拓宽之后 它拓宽了10米 说要因应台积电 那所以那边已经解决台积电的车流 这边还真的需要再拓宽吗 这边即使没有那一条的拓宽 它都已经是A了 所以才说它完全没有拓宽的必要性 还是要请高雄市政府高台贵手 如果是必要的 我们人民也很难挡你 如果不必要 我觉得人民就要发出怒吼 这个事情是不该的 是不对的 对 那说真的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过好自己 我觉得这个社会 社会是一个大家群体的 而非干只有人类 我觉得树木也是一样 它对人类有一些调节的作用 根据工程会的树木保育移植原则 珍贵树木不建议移植 工程设计应该回避树木 户宿团体认为 在预期车流量不大的情况下 新台17线南段占款拓宽 维持现况 保护难得的树木资源 记者王仲凯来长帮高雄报道 高雄古山车站周边 有机车骑士大量违规 穿越行人广场 当年里长集体陈勤并批评 是抚摸自行的道路设计 对民众来说根本是罚单陷阱 呼吁恢复原始变道 或盖设变桥一劳永逸 好解决当地交通乱象 临近高雄古山车站北端 跨越高雄镇上的将军堂前广场 配合水道闸门工程 直接切断了连接翠华路及铁路街 原有的机车通行便道 使得来往歧视便宜心事 避开一旁设置在轻轨通行道上 总计五个红绿灯的等待时间 冒着被警察开单的风险 集体违规进行穿越 有了有了 你跟人家这的眼睛帽先进去 冒着我们那边的围囊很方便 他就在那边说 国节都要一个幼稚型 国节也只能这样 国节就走到这里来 因为在郭山沙嘛 你要去我们那边再走河西路 很避免路地 那边也不方便 我来我去 走郭山路也是卡路啊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区这区 那个记忆没到一趟公车 是不是可以到 接通 做得通 因为有需要 一个人进出 你说现在用两个模型的 对那个 水滑路来到河西路 我对这个古山车站来 刚才有五个红绿灯 你问我做里长的 有时候站起来也觉得 没那个耐心 那你又 让说一些八仙 那两个还多 所以大家都会过来嘛 我是觉得 不是说市政委员做一个陷阱 让里面 他们在那边围归 还要给你开盘呢 八仙站立岩岛一定是围归嘛 可惜已经做生困了 刚才我们王理长说的 我就没耐心了 你怎么可能 我们再来那个 我们现在河西路 我一个毛自信 那是做生不方便 那再来 本来那就是有一条条 你让民众出力 结果你这边为了开发 当然是我们没有建议 结果叫他也是没畅通 同样我又用这样走 古山车站周边里长 面对庞大民情压力 向市府澄清表示 墨自行的道路设计 根本是做了个罚单陷阱给民众跳 希望相关单位呼应反应 以专业规划 恢复变道的通行 或是直接盖座便桥 分离行人及车辆道路 也兼顾到避免骑事绕道 赶时间撞击轻轨的意外发生 除了事劣轨轨轨 刚才要过来方便 这有意思 这事实是要做没错 这是还要引用到水楼 对啊 水楼 这水楼 你做这个河道 看他们要如何设计 最主要是看他们如何通 这人要做轨是OK啦 所以最方便是要改革啦 本来他这就是有一个变轨 早当时要开拓我们这里的绿沿道时 跟搭排水锅时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变轨 变轨时如果你能够恢复 他可以民众可以出这些方便 那是不是太好 不用再担担无浪 当然这个方面的设计 我们政府单位这边 我跟我们这些心情讲的 你们专业来设计 出这些方便 也不会因为交通来混乱 或是说做成很多困窍 当然这个方面我也是拜祝市府 包括我们当地几岁里长 给他们输求 轻轨成员高雄铁路地下化 带来了大众通行商的便捷 但后续衍生的民怨也不少 既这行人入权争议 对立面逐渐白恶化 而绍城市民朋友大量违规 其中因果关系 政府单位应该深思研究 协助提供解方帮忙市民解决 记者李嘉隆 郑思瑶 高雄报导 2024年智慧医院院长大会 首次遗失高雄智慧城市展举行 市长陈其迈受邀至此时表示 面对禁令趋势 相对低碳的医疗器材会比较有竞争力 其许一届以大代小持续精进 并且发挥以人为本的精神 将医疗资源遍及到偏向角落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 医测会主办的2024智慧医院院长大会 他表示台湾的医界水准事件点尖 而IC技术也相当发达 面对禁令趋势 相对低碳的医疗器材会比较有竞争力 期许一届以大代小的方式 持续在这个部分精进 低碳的产品跟高碳的产品 自然而然在价格上 就会有所不同 所以你以后一定会买到低碳的产品 这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发展低碳的产品 对未来的现任大会有帮助 我们一次性的医疗器材 不管制造段也会增加很多的碳排 使用以后的抛弃也增加很多的碳排 那这些我们怎么样去达成 确实是不容易的 陈市长也指出 透过智慧科技可以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 期许一届结合医疗和IC技术两大强项 并且发挥以人为本的精神 向医疗资源遍及到偏乡角落 照顾更多国人的身心健康 达到医疗平权的目标 用最简单的技术 最可值的资源 来解决我们现在在医疗当中 所面对的问题 不管是偏乡 或者是在我们的精准医疗 其实怎么样能够以人为本 来解决问题其实是最重要的 他们在做 他说前面把你贩卖100块美金 他最多赚30块 现在我里面加个chip 加个医疗的应用服务 我现在一片卖了1000块美金 我赚超过300块的台币 这个美金 所以这个附加的这个价值 反映在这些遗产 反映在改善这个病人的医疗的品质 然后反映在促进医疗的评权 另外高雄市毒品防治局 也展出全国首创科技福岛 技药赢者高风险自动预警 透过AI个别化量身服务 提供符合个案需求的暖心服务 和强化转介 一位加拿大的市长特别到会场参观 希望将这项技术运用到他的城市治理上 他今天来到台湾 然后来到高雄这个地方 然后很兴奋的发现 我们这一套AI所谓的科技毒防系统 那他希望所有的这些流浪在外的人 或者是使用对兼有或者是使用毒品的这些人 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处理 那今天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详细的了解 那也很高兴能够互相交流 那也希望我们提供的这些解决方案的参考 能够将来作为他们回到他的国家 在他的城市里 能够把这样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能够作为解决市民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引 不论是智慧医疗还是智慧毒防 透过5GALT的智慧运用 都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高雄智慧城市展成为交流平台 让各国人士获取城市治理经验 记者王仲凯雷长邦高雄报道 高雄市柴山有许多台湾猕猴栖息 与人类生存的空间常有重叠 因此许多附近居民及登山民众 难免会遇上猕猴铺颈的状况 如果遇上了该怎么办 现在专家提出正确的应对方式 教大家如何安全共存 大猕猴、小猕猴还有阿嬷猴 柴山地区就是野生猕猴的家 也是许多登山民众热爱的地点 在猕猴家族的眼中 人类反而变成外来的客人而产生冲突 住在柴山地区的民众也遭遇这样的问题 究竟在登山与生活中 要如何与猕猴共存 成为登山客与附近民众的必修客题 都卖附近就好了 不管他啦 不看他啦 所以要带这个 带什么 大部分的游客都会带BB枪 是为什么啊 就猴子 猴子会抢东西啊 有学生他如果跟猴子进行这个抢石 互抢的话那很容易就会受伤 许多民众遇到猕猴时都会因为惊慌 而选择拿手杖或其他武器攻击 但其实遇到猕猴时不用惊慌 台湾猕猴共存推广协会说明 只要身上没有任何食物 纸袋与塑胶袋等 猕猴就不会做出攻击举动 而猕猴因为好奇而靠近 甚至跳到自己身上时 也只要保持镇定 慢慢走离原地 猕猴就会自己离开 大部分你像你在这边活动的话 你像你刚刚蹲在地上 它其实是你没有拿食物你空生 基本上他们对你是不太会有兴趣 那难免会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像去寿山动物园 那边已经习惯说游客会边走边吃的状态 他可能就会过来碰你或拉扯你 其实你只要把你的背包抱在前面抱好 往前走他一定会下车 对所以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他们是野生动物 他毕竟不会跟着你回家 或者是说去做一些无畏的攻击的行为 他们最主要就还是为了吃 其实只要把食物收好 可以避免大部分的冲突 近日中山大学虽然试着推广 学生与猕猴共存 推出掠实补偿措施 但这样的政策看在专家眼里 却恐怕产生反效果 不仅无法发挥教育成效 可能还变相鼓励学生 为拿奖金拍摄影片 如果这样子的补偿政策一出来 也许有部分的学生可能就觉得说 那我以后就是直接提在手上 反正学校会赔偿我 我是比较担心这样子的情况 那因为他矩阵还需要录影 那其实在你拿出手机录影的过程中 其实就可以做一些防范的动作 或是把食物收好了 我也会很担心这样子的状况 会不会引发一个模仿效应 像网络上会有很多短影片的产出这样子 人类与猕猴并不是敌对的关系 猕猴就像人类的青少年一般 爱吃好动且充满好奇心 因此民众遇到猕猴时 不用刻意驱赶 也不用太过惊慌 营造友善的生态环境 学习用正确的心态 面对台湾猕猴 记者张世民住经委高雄报导 你喜欢吃可颂吗 这间位在岗山的可颂专卖店 他们的断带可颂不但外皮酥脆 内层也是相当的蓬松 而且令人讶异的是 这些色彩缤纷的可颂 是一位天生看不到颜色的甜点师做的 让我们一同看看 这位猫头鹰主厨的色彩甜点学吧 可颂对于欧洲人 就如台湾人对馒头 是日常最常见的面包 酥酥脆脆的外皮 配上蓬松柔软的内层 让人看了就口水直流 而这间位在岗山的法式断带可颂 更是以色彩缤纷的酥脆外皮 受到大家的喜爱 IG上看到 就是在那种美食部落客在那边看到 就觉得它的东西蛮特别的 其实离蛮远就特别跑过来这样 因为我在前阵 视觉跟味觉都很棒 对所以才会蛮有名的 所以同事就一致决定说 下午茶我们要吃这家 不只外形看起来相当可口 像是这颗玫瑰口味的可颂 除了外皮酥脆 内馅还可以吃到真的玫瑰花瓣 是使用台湾在地的玫瑰 连小朋友都爱吃 都还蛮爱的 然后这次是小朋友指定要玫瑰的 香味十足 然后它的口感层次都很好 而且又不会过甜腻 我比较喜欢它们的麻糬跟大花玫瑰 因为它这个一般在市面上比较少吃得到这种 但是这些色彩亮丽的法式可颂 背后竟然是一味分辨不了颜色 又有高度近视的法国蓝带猫头鹰主厨所制作出来的 让人相当压抑 这一颗一颗的可颂配色是它亲自调配出来的 锻带可颂除了它颜色比较缤纷之外 我想说可以跟市面上的可颂有一些区隔 那锻带这一层加一层锻带之后 就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颜色的变化 那除了颜色缤纷之外 它的口感也会增加一个脆脆的薄脆的那种口感 带着厚厚的镜片 每一步都毫不马虎 主厨李悠昌天生就看不到颜色 靠着记住每个颜色的色码 和不断的尝试与调配 才有了这些美丽的断态可颂 经由她的手做出来的可颂 每一个都记录着她的故事 我觉得其实只要相信自己 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其实也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在学时期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所以差别人很多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够相信自己 然后去执着自己的热情 自己的兴趣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不会比一般正常还要差 这些美丽的可颂 除了美味以外 也记载着一位甜点师的故事 虽然可能眼里是黑白的 但确实写下了彩色的人生篇章 你也喜欢可颂吗 不妨来到甘山这家可颂专卖店 与猫头鹰主厨来杯下午茶吧 记者参军 高尚报导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 我是庄淑婷 我们下次再会 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